大选接近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努力为选情来加温 上午打出了擅长的经济牌 提出了三公四件 要让台湾产业重新起飞 他也强调大陆建立的红色供应链跟台湾的供应链可以来合作 不过就怕民众联想到马总统的633政策 朱立伦把话说在前头 不嫌预设任何的数字目标 再端出政策牛肉主打还是在行的经济 朱立伦要用三公四件发展台湾供应链 会计专业出身从增加科技实力到建立自由品牌 替产业转型找出路 透露失道 但预期效果化没说出口 怕跟马总统财经跳票连结在一起 先开口支票可不能随便开 但提到对手蔡英文炮火变得猛烈 前一天派出陈建仁代打出席青年论坛 朱立伦要蔡英文辩论不要再闪避 辩论的这件事情如果真正愿意辩论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希望四报一色 还有公司的这个赶快成型 也希望各个电视台都提出来 我们辩论越多场越好 健身肉搏战多次直接挑战蔡英文 但对方还是不肯参加 英文两人辩论议题 成斗竞选小物也加入战场 粉浓色橘色两款相当吸睛 限万十万个的暖暖包 在寒冬中要给支持者温暖 为选情增温 只不过朱正宜不断拉高分贝 挑战蔡英文 但蔡英文却持续能处理 这场选战到现在似乎还是能搜搜 UDN TV科师章 肖比SG小组 特别不懂